19年职业生涯换了5支球队 为了得到不同时期的贾森基德 各支球队都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时间回到1994年NBA选秀大会 21岁的基德在首轮第二顺位 被达拉斯小牛队选中 由于当时联盟对于新秀球员的合同 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因此基德与小牛队签下了一份 9年总价6000万美元的新秀合同 生涯第一个赛季 基德凭借场军11.7分 5.4篮板 7.7助攻 1.9抢断的全面表现 与炭花格兰特希尔一起分享年度最佳新秀奖项 生涯第二年 基德已经成长为全明星球员 可惜个人数据的全面攀升 没能给球队带来胜利 该赛季小牛队的战绩非但没有取得进步 反而比上一个赛季多输了时长比赛 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是基德与主教练的战术安排产生分歧 另一方面则是歌手托尼布拉克斯顿的动人风采 使得达拉斯三军组合之间争锋吃醋而关系紧张 到了1996年休赛期 基德在媒体面前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 然而小牛队管理层并没有站在基德这边 新赛季开始后 基德的数据由上一个赛季的场均16.6分 6.8篮板9.7助攻 下降到场均9.9分 4.1篮板9.1助攻 双方调节无果之后 小牛队的管理层把基德摆上交易货架 最终在赛季中期 菲尼克斯太阳队送出23岁的迈克尔芬利 27岁的萨姆卡塞尔 33岁的AC格林 从小牛队得到23岁的基德 24岁的托尼杜马斯 24岁的洛伦梅耶 来到菲尼克斯之后 基德一扫此前的低迷状态 帮助太阳队赢下最后33场比赛里的23场 并以40胜42负的战绩打进季后赛 而在往后的四个赛季 基德更是三次入选全明星阵容 三次入选最佳阵容一阵 两次入选最佳防守阵容一阵 同时连续三年斩获助攻王 虽然基德帮助太阳队连续五年打进季后赛 但是只有在2000年季后赛那一次突破首轮 当时的对手是缺少邓肯的马斯队 多年以来不上不下的战绩 使得球队管理层不愿意满足基德的顶心续余要求 加上基德在太阳队的最后一年 因为家庭暴力的丑闻导致个人形象一落千丈 于是在2001年的休赛期 太阳队管理层把28岁的基德和36岁的克里斯杜德利 交易至新泽西兰网队 从而得到24岁的马布里 23岁的索麦拉萨马克 38岁的约翰尼纽曼 被太阳队放弃的基德 在篮网队的第一个赛季就迎来了生涯巅峰 他彻底摆脱常规赛一条龙 季后赛一条虫的标签 并且带领篮网队从东部若履一跃成为争冠种子 其中2001-02赛季和2002-03赛季 更是连续两年闯进总决赛 尽管最终没能夺冠 但是管理层还是在2003年的休赛期 给年满30周岁的基德献上一份6年总价1亿350万美元的巨额续约合同 在往后的几个赛季 基德的个人数据随着年龄的上涨而逐年下滑 虽然他依旧可以带队打进季后赛 但是再也无法突破次轮 进入2008-09赛季 篮网队的战绩依旧增长 此时不管是球队管理层还是基德本人 都认为双方之间的合作是时候挂上句号 为了得到这位经验丰富的控球大师 达拉斯小牛队送出德文哈里斯 迪奥普 莫莱斯安格尔 克兰顿哈塞尔 基斯范霍恩 一共5名球员 外加两个首轮选秀权和300万美元的筹码 从蓝网队得到基德 马里克阿伦 安托万莱特 不得不说 这比8换3的交易在当时看来风险系数极高 因为即将年满35周岁的基德 还背着最后两年总价4100万美元的大合同 库班希望基德的到来 可以给这支多年来被贴上精神薄弱标签的小牛队提供领导力 而事实也证明他的豪赌成功了 重新回到达拉斯怀抱的基德 并没有因为年龄增长而出现伤病 经过三个赛季的磨合 小牛队终于在2011年成功登顶 38岁的基德历经17年的漫长征途 终于实现自己的总冠军梦想 时间来到2012年夏天 39岁的基德在过去一个缩水赛季 只能交出场均6.2分4.1篮板5.5助攻的数据 尽管各项统计都是生涯新低 但是库班依旧愿意以三年900万美元的合同续约这位夺冠功臣 原本基德也愿意在达拉斯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但是纽约尼克斯也提供了相同金额和年限的合同 相比小牛队的阵容老化 尼克斯的阵容配置可谓予以丰满 因此基德权衡过后 决定加入更具夺冠前景的尼克斯 继续追逐下一枚总冠军戒指 2012-13赛季 基德帮助尼克斯拿下54胜28负的东部第二场规赛战绩 生涯首次拿到得分王的安东尼 生涯首次入选全明星的泰森钱德勒 生涯首次拿到最佳第六人的JR史密斯 让尼克斯被视为东部可以挑战热火三巨头的竞争者 可惜到了季后赛次轮 阵容豪华的尼克斯却倒在了印第安娜步行者的脚下 其中基德在首轮对阵凯尔克人的第三场比赛开始 一直到次轮对阵步行者的第六场 合集17投零重 连续十场比赛得分挂零的尴尬记录 也彻底终止了他追逐下一枚冠军戒指的脚步 该赛季结束后 40岁的基德正式宣布退役 回顾基德的19年职业生涯 可以说越老越妖 自从1996年加盟太阳以后 从来没有缺席季后赛 非凡的篮球天赋和领袖气质 让他一次又一次成为球队的定海神针 当然十届全明星之旅 六次最佳阵容 九次最佳防守阵容 一座NBA总冠军 两枚奥运会金牌的辉煌成绩 也足以让他昂首踏入名人堂的殿堂